主席各位同仁 这一条其实原来各个党团跟委员的提案 都是把原来的条文有这个全面平和 它是不公开的 现在要把它做公开 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一个修法 那不但要公开 那公开以后呢 它还可以因为这样子去移赴这个个案的评鉴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设计 那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个司法院的版本 后来把这一条给删除 我们看到它删除的理由是说 限制对于法官整体表现的评价 可以透过每年实施的职务平定制度为之 他认为这个三年才进行一次的全面平和 对这个整体提升整体司法品质的注意有限 那事实上我们觉得对于法官的这个评鉴 还有淘汰不适任法官的退场机制 我觉得越健全越好 虽然我们现在有加很多所谓的个案评鉴 全部的评鉴 全面平和 但是我觉得原来的这个如果不妨碍这些运作的话 这是多一个管道 让法官知道他的行为 他的判决是有受到监督的 也让民众有更多的诚情的机会 因为他必须现在要改成公开 改成公开 让这些法官呢 有被再次检视监督的机会 我觉得这个是更完整 所以不应该有因为有个案的这个评鉴 就把这个案子认为说是没有必要 所以本席赞成 时代力量党团在修正动议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做法 不应该因为其他的制度建立以后 把原来有的制度把它废掉 而且不但要保留 而且要把原来不公开的平和结果把它公开 这个才符合公开透明的原则 以上 接着请段宜康委